星期五亦都是今次香港民意研究所的香港民意研究计划 在星期五召开的一个记者之道 多谢各位传媒朋友今天的出席 好了 一如既旺了 都有一些相关安排事宜和大家交代 现在香港民意研究已经开始Facebook Like 的直播 所以各位朋友欢迎各位把连结 提到给你的朋友或关心这次民调的一些人 香港民意研究也是接受记者现场提问 记者提问完之后 然后透过Facebook Messenger 接受网络上提问 所以都欢迎免资料上面的朋友 都可以提出问题 在今次发布会开始之前 其实也有一些媒体是进入一个现场直播 或者我今天很简单介绍一下 今天在现场的媒体 就包括有《大纪元》、《抗众国》和《希望之星》 而所有发布会的资料 可以透过民言计划准备的二维码 查看及了下载 而二维码 涂鸯在《途阳》会在学法部会开机时 拍拍给记者 好了 當然我們每一次 記之外都有一個特別嘉賓 幫我們評審這次文教結果 坐在我的左手邊 就是陶瑾芬先生 很簡單就一個介紹先 陶瑾芬先生成長於香港 香港大學法律系畢業 香港實業律師 現任立法會議員和尤尖旺區議會 去澳運選區議員 民主黨和他前身香港民主同盟的創黨成約 一會兒當大先生結束後 就會將時間交給陶先生 進行一個自由評論 或者現在將時間交給大先生 去報告一下今天我們計劃裏面 那兩個相關計劃的一些統計組局 好 大家好 今天是9月18號 今天會發放幾項最新的調查結果 包括社區健康計劃 復常指數 還有就是我們香港人意見群組 調查最新結果 事不宜遲先看第一項 就是社區健康計劃 這三個結果都是以電郵形式 接觸我們的意見群組成員 請他們網上完成調查 如果是社區健康計劃 調查日期就是9月10號下午三時正 甚至到昨天9月17號下午三時正 有兩個組群 一個就是代表組群 就是相對隨機的樣本 總成功樣本數目是900個 回應比率10% 另外亦都有一個叫自傑組群 就是相對是自由參與 自聯參與的樣本 總成功樣本數目是12,060個 回應比率方面就是13% 社區健康計劃我們有一個家權的方法 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全港人口連名 性別分佈統計數字 區議會的選舉結果 以及我們常規調查當中 關於特首評分分佈統計數字 以及區議會人口數字等等 以反覆多重家權法來進行調整 先看社區健康計劃的第一條題目 亦都是我們長期跟蹤的題目 問市民請他們告訴我們 他們認為自己在未來一個月 有幾大機會會感染新冠肺炎 現在在圖中所見 就是兩組的數據 分別是代料組群 以及節節組群數據 我們的問法就是 請市民以一定不會受到感染 一成機會、兩成機會、三成機會 此類到十成機會 又或者他們表達給我們聽 他們不知難說 我們看到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有接近兩三成的市民 其實是告訴我們 他們不懂得去判斷自己 未來一個月有幾大風險 在代表組群當中 數字是兩成八 而節節組群當中 數字都有兩成二 這個在我們過往 那麼多次的調查當中 都見到是有兩至三成的市民 是表達給我們聽不知難說的 那麼好了 在嘗試去進行風險評估的 大概是八成的市民當中 我們有一個平均值去計算它 那麼這裡我們會展示平均數字 那麼現時最新的 無論是代表組群 又或者節節組群的平均值 都是大概維持在兩成左右 具體來說就是 代表組群是兩成一的平均值 那麼節節組群就低少少 那麼就一成八的 那麼這個數字呢 對比在七月的公佈 是都有很大幅的不同 那麼現在的平均值呢 是比七月的時候呢 是明顯是低很多的 那麼另外一條題目 就是請市民去評價 他有幾滿意或者不滿意 香港政府呢 是應付新冠肺炎的表現 那麼現在呢 我們表中呢 就奴列了三次的結果 那麼最新的數字呢 就在第一行那裡公佈了 那麼分開代表組群 和節節組群兩組數字 代表組群當中呢 有五乘四的市民呢 是不滿意政府表現的 滿意政府表現呢 是三乘三 那麼如果用一個平均量值 一分是最不滿 五分是最滿意的話呢 現時平均量值呢 是2.5 即是介乎是一半半到幾不滿意之間的 那麼另外呢 那另外呢 字節組群方面呢 就較多市民是不滿的 那麼呢 那麼數字呢 就是有超過六成 六十四個百分比呢 是不滿意政府的 這個應付新冠肺炎的表現 那 滿意的比率呢 今次有明顯下跌 數字呢 是跌到去兩成六的 那麼我們呢 那如果計算的平均量值呢 數字呢 就是2.1 即基本上呢 是幾不滿意的 同樣都用一個圖示的方式 表達最新的數字 那麼當然呢 兩個組群都有少少的變化 那麼如果大家看過 宏觀少少的理解呢 就是超過一半的市民呢 是不滿意政府的 這個應付新冠肺炎的表現 那麼滿意的比率呢 介乎兩至三成的 好了第二項呢 就是關於疫後復償指數 疫後復償指數呢 是我們民營研究所 在四月開展的一系列 相關於疫後的一些 回復正常的一些指標 那麼最新的結果呢 是來自於九月七號 到九月十七號的調查 那麼總成功樣本送目率 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五個 回應比率呢 大約百分之十三 同樣都有一個家庭的方法 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的 全港人口年齡性別分佈統計數字 區議會人口數字 選舉結果 和常規調查當中 關於特首評分分佈統計數字呢 就以反覆多重家庭法 來進行調整的 那麼以後復償指數呢 就每一天都有最新的數字 是每一天都更新著 按照著呢 每天公佈的輸入 和本地個案呢 是進行一個計算的 那麼最新一天的數字呢 就是今天呢 9月18號的關於 復序指數數字 那麼之前呢 都有幾個指數呢 是 都是講的是 復工呀 公共設施重開呀 又或者飲食業全面復業等等 那麼這些指數呢 我們最新一期的調查當中呢 就暫且呢 就放下了 那麼現時呢 就只是維持一項呢 就是復序指數呢 那就是完全撤銷限聚令的 那麼數字呢 就以0至100為基準 現時呢 是42.7 那麼怎麼理解呢 就是有4乘3的市民呢 認為在現時疫情情況下呢 是適合政府是完全撤銷限聚令 那麼比4乘多些 就來到一半啦 那麼如果我們看回 過往一段時間的 夜後復序指數 那麼都可以見到啦 圖中呢 就是最右手邊呢 就是展示我們 我們復序指數的數字 那麼幾天前呢 曾經都有過了50 即是超過一半的市民呢 認為是可以完全是撤銷限聚令 那麼隨著每一疫情都有所變化 那麼如果是出現是 雙位數字的個案呢 那麼我們計算得出呢 復序指數 復序指數部分呢 就個數字會低些 那麼如果是可能控制在單位數 那麼復序指數呢 那個數字就會高一點點 那麼但是當然啦 就是在最新今期的 疫情底下呢 那麼我們都會見到 對比回在上個月呢 那麼我們都會見到呢 是8月的時候那個 復序指數呢 是大概在20個百分比左右 對啦 但是最新呢 我們大概見到四五十這樣 好了 那麼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網門香港人意見群組 調查的最新結果 那麼每一個禮拜呢 我們都有一至兩條的 最新的意見題目 由公眾去給意見我們 然後我們是在網上平台 是選出來的 那麼今次的調查日期 今個星期一開始啦 星期一下午三時證 節日期呢 是昨天下午三時證啦 總成本讓本數目呢 一萬二千六百九十六個 那麼會應比率百分之十二啦 同樣都有個家權的方法啦 按照政府統計處 提供的全穩人口年齡性別分佈啦 教育程度啦 經濟活動身份啦 選舉結果啦 以及呢 其特首評分分佈數字呢 就以反覆多重家權法來進行調整的 那麼今個星期呢 有一條題目 那麼我先講一條題目先啦 那麼就是 有意見呢 就指香港政府呢 應該向廣東省政府呢 要求重速移交 早前被廣東省海警接獲的 十二名港人 那麼以跟進呢 他們在香港涉及的案件 那麼我問市民大眾啦 你有多支持或者反對這個意見 那麼在我們香港人意見群組調查呢 我們都是採用一份的民主派支持者啦 就對比非民主派支持者的一個意見分析啦 那麼我們先看看民主派支持者部分啦 那麼在這個的派系當中呢 我們見到有九成一的民主派支持者呢 是表示支持這個做法 即是說向這個廣東省政府呢 要求交回十二名港人呢 是繼續在香港接受這個審訊的 那麼現在呢 我們見到九成一是支持啦 當中呢八成是好支持的 百分之十呢呢就是支持啦 反對人比率呢呢 只有百分之五啦 當中呢四個百分比是好反對啦 一個百分比呢是幾坦對的 那麼如果用一個平均良質的計算 一分呢就是好反對啦 五分呢就是好支持 那麼現在呢 在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呢 就是四點七 就是基本上呢 很接近這個好支持的水平啦 那麼另外一方面啦 非民主派支持者 即是我們所謂建設派支持者啦 中間派沒有政治傾向政治中立等等的支持者呢 那麼他們的意見呢就是這樣的 較多市民呢是反對啦 有五成七呢的非民主派支持者呢就是反對的 那麼具體來說呢 四成七呢就是好反對啦 百分之十一呢就是幾反對的 那麼另外支持方面呢就是三成啦 具體來說呢就是兩成半呢是好支持啦 百分之五呢就是幾支持的 同樣都用一個平均良質的計算 一分呢就是好反對啦 五分是好支持啦 那麼現時的平均良質呢是2.5分 即是介乎呢是幾反對的的一半半之間 那麼好了 我們呢就是兩組的數字啦 就是民主派支持者啦 以及非民主派支持者的數字 之後呢我們也有一個合計的數字啦 合計數字呢就是按照這兩個派系的支持者的 這個數字呢就以我們常規調查當中 政治取向的比率呢是進出調整啦 那麼我們看到最新的合計數字呢就是 支持的比率是過半的 那麼就有六成的市民呢是支持啦 具體來說呢五成二是好支持啦 百分之七是幾支持的 反對的呢呢有三成一 那麼就具體來說呢是好反對呢 百分之二十五啦 另外百分之六呢就是幾反對的 平均良質是三點六 那就是基本上呢就是接近幾支持的 那麼我們也都有一個圖示的方式呢 看回這幾組的數據啦 那麼數字跟剛才一樣我們不會重複多講啦 那麼可以見到一個很明顯的分野呢就是 民主派支持者部分呢就較多綠色的區域啦 綠色的區域呢就是好支持 以及幾支持的百分比呢 總共呢是九成一的 那麼非民主派支持者呢就多很多紅色的區域啦 那麼就五十七個百分比呢是反對的 那麼合計數字呢就是大概可以這麼理解啦 六成呢就是支持 三成一就是反對 好了那麼我們講完 我們香港人意見群組調查最新結果啦 那麼現在呢我們就交給 你啊導演員可以和我們進行的自由平衡嗎 好啊 我就這樣講可以了 就大家看看那個調查啦 比如在那個十二個人 香港人那裡呢 其實這個意見都幾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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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後那那個那個數呢就是六十對三十一 其實我看到呢 香港人呢都很清楚呢 希望呢 特區政府呢 就要求 內地呢 就速呢 就移交 那十二位港人呢 就回來 就 接近香港的案件 那麼我看到 這個情況呢 那麼我自己有一個這樣的解讀 或者這麼說 第一呢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第一呢就是 當然他們 香港人呢 就很 看重香港人的身份啦 就是說這十二個都是香港人來的喔 OK 第二呢就是 你看回內地 聲稱他犯的罪 譬如是偷入國境 或者偷越國境 這樣 那麼這個 是不是一個很嚴重的罪行呢 相對來說呢 譬如你甚至以往有些 做過打劫香港的 但是回到內地呢 想躲藏了 發現了 捉回了 那他都沒有告這些罪的喔 那譬如他在內地 有很嚴重的罪行 那他就會告啦 那如果他抓到他 又不是指稱他 他在內地有什麼 那麼嚴重的罪行 可能就純粹是越境 那麼 甚至他拿床也未必是 他不會蠢到他那裡拿床 香港人覺得 就是 一般相信 可能他離開香港 去台灣 或者怎樣 那就是 連跡床也不是 那 有什麼嚴重的罪行呢 於是 既然你指稱 又不是這麼嚴重的罪行 所以 更加 應該 就 演繁回來啦 當然 我也不會避開 就是 我的解讀就是 香港市民就覺得 無論你內地怎麼說自己 怎麼進步了很多年啊 但是 香港人始終覺得 內地的制度 是有些疑問 有些問題 有些保留 甚至 因為你現在 見這幾天 就是統計那幾天 就一直醞釀 就是 香港人 那些家庭 所請的那些內地律師 就遇到很多困難啊 就是 這個是按內地的法律 都沒有辦法能夠代表到 那些被捕的人的權益 又見不到 又音訊全無 又不能夠 譬如 打電話又不行 是吧 那麼 另外呢 就是 我們曾經寫信 去 駐月辦 就是 就是 就希望 雖然你 不是一個權利 權力 可以去探望他 那些被捕的香港人 但是你可以問啊 是吧 那些問 好像 問都沒有問啊 換句話說 就是內地的制度就是 律師 是可以去見當事人 那你第一呢 就是 阻礙那些律師了 那些看守所 都不單止這樣啊 連 那些什麼省啊 市啊 的 律師協會啊 就是內地的那些律師會啊 或者一些政府部門 那可能是 公安啊 國安有關啊 就勸退那些律師啊 那我想一下 為什麼要勸退那些律師呢 是吧 那就是說 如果你放出世界 那叫你 律師代表當事人 那你就讓他代表當事人啊 或者見面啊 是吧 然後突然間又說到 有 官方律師呢 就指派了 代表了 所以香港人呢 就對那個 內地的制度 就有疑問了 就是 第一 又不是很嚴重 那你 你連律師都 按內地的法律 都不讓他見 又不讓家人 又不可以音訊 是吧 那變了呢 就是呢 我相信就是人同之心啦 是吧 加上當然啦 因為你調查 這段時間呢 那些家屬都開了記者會 也有很多 就是在座的媒體 也有 很多媒體都有訪問他們 都問到他們的心聲 那他們的心聲也都很簡單的 就是你一個家長 怎樣都好 那當然 就是知道他們的安危啦 那甚至他們呢 就 就 跟特首說 就說 喂 你都是媽媽 那如果你張心比己 你 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媽媽 你的子女 被另一個地方的政府拘捕了 而在一段不短的時間 完全不知道她的情況 又沒有任何的音訊 又沒有任何的消息 又不准見 而 就是 退一萬步了 特區政府 照計 去探一下她 至少特區政府可以說 知道她的下落 健康 或者如果要吃藥那些 例如有哮喘 都是得到照顧的 那至少特區政府見過 那些被捕的人 大家就不會懷疑 特區政府會 串謀那些被捕的人去 做些不法的事啊 或者甚至呢 是劫獄啊 或者叫她 不會的嘛 是吧 姐妹政府來的嘛 起碼呢 如果你是有一個 人呢 就是叫做見過 也都肯告訴那些家屬聽 我知道他們OK的 那就等待審訊 你去調查咯 是吧 所以我覺得呢 那個 就是 香港人很簡單 一看下去 都完全 好像 就是 制度上 沒有什麼 連你自己的內地的制度 都沒有尊重 所以當然希望盡快 回來了 那最後一點呢 就是特區政府的角色 就是呢 現在有題目就是問 特區政府是否應該 要向內地政府呢 要求他重促移交呢 那 我相信市民呢 也都 旁觀地這樣看 特區政府 有沒有是 特區政府聲稱呢 就說他一事同仁 就是 同一個標準 那 但是是不是真的 同一個標準呢 那 有沒有 是否真的寫封信去內地 要求 移交 記住 這個要求移交呢 就不是說你不可以查 不可以合理的調查 而是 你按回正常就是 因為 特區政府呢 他在這裏已經檢控了 有很多個是檢控了 甚至呢 有些是去了法庭 而他是向法官報告了 經過通報機制呢 是知道那些 沒有出庭的被告呢 其實就在內地 甚至有些法官呢 有一單呢 就是充公埋保釋金 有一單呢 那法官呢 就穩陣些 等他回來先公道些 就是先聽聽他的意見先 為什麼解釋 為什麼你不在這呢 但是無論如何 法庭呢 就出了通緝令 香港的制度呢 就是法庭 已經用他的公權力 就說 要求特區政府去 拉回他們回來 所以這個呢 就是特區政府 要答應了法庭要做的責任 去尋求他們 回來這個 免建法庭的 那我相信 就是對特區政府來說 那他要怎麼履行這個法庭 向法庭的責任呢 如果他知道 有一個人 是在外地 那他怎麼都要出封信的嘛 就是 就是 去問 去告訴另一個政府 聽 喂 我們這裡 是要通緝 他們要回來的 那 去尋求他們回來 你想想幾個月前 那時候 那時候 德國政府 那時候 有一個叫黃台洋 大家記得 那就 沒有出席 出庭了 那一路很久都不知道的 不見了 突然間 就在德國那裏 那裏 就有個 訪問 他好像 就出現了 就出現了德國 那特區政府當然就是 很激氣啦 就說什麼 他就不求政治庇護 又給了他 那樣 那當然是抗議 那樣 但是你這個官式來講 因為 是法庭出了通緝令 所以特區政府就必須要 就出封信給德國政府 就說 喂 我這個法庭出了通緝令 你要交給我們 那當然 人家 採不採你人家的事 就是 他可能有 政治庇護 或者其他的考慮 但是 你作為特區政府 你要做一些事情 一時同仁 那你黃台洋 你要出信 同樣現在那個 台灣那五個人呢 特區政府 都已經馬上開口了 李家超局長說 喂 你馬上給一個人來 我心想 那怎麼說 可能台灣也有法律的 他如果偷渡入境 可能他都在探 但是你都沒有理 你就沒有說 我們尊重台灣 然後等他 就是 按他法律查 你不是的 台灣也快些給人來 但是 內地呢 你就說 我尊重他 他可以慢慢查 市民看在眼裡 完全不是一時同仁 出封信都不行 問一問都不行 那為什麼呢 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你一國兩制 講事講辦 那最後什麼原因 當然我相信市民 為什麼會這麼一面倒呢 最後的原因就是 當然是 就怕 為什麼特區政府 不去尋求他們回來呢 就怕呢 因為那個 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啊 網站啊 那些 就說這12個人 是什麼 分離分子 犯了國安法 那就是如果特區政府 又不尋求他回來 那你想怎樣呢 是不是想 就是 就是怎樣 逐點逐點這樣說 洗橫手啊 不如就等內地 審了他在香港的行為 這樣 那這個就很過分的 因為就算你退一萬步 香港也有國安法 而他一個是 告國安法的罪行 其他都不是的 那怎麼可以 無端端就說 12個在裡面 看到抓到了 那他就 順便審了內地 香港的東西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我相信市民 為什麼那個 這麼一面倒呢 就是看完這幾個 特區政府態度啊 分析啊 那些東西 聽完之後 尤其是我們 有很多不同的兩邊的人 就是支持他回來 或者不支持啦 就是建制派的人 都很多很多辯論 我自己我都記得 這10天 我都差不多去了 九個十個 這些訪問 就是說市民是 很清楚知道呢 現在發生什麼事 特區政府以往是怎樣做 現在的態度是不是一致 有沒有 有沒有 是 作為一個 就是 都不要說 代表香港人了 就是你 你當是一個 做回香港 政府 平時做開的那些 都做不到這個標準 所以為什麼呢 就會覺得 要快些 要拿回來香港呢 好 謝謝蔡議員 OK 好了 我想 就著今天兩個調查 我在這裏都做了一點點 調查 現在很多朋友 都不時都留意著 我們香港人意見 組群調查的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 出台的題目 其實都是跟時事有關 都是身聲滾熱 都是一些 我相信 香港人很關心的議題 才能夠被選中 在這次調查裏面 作為調查題目的 第二 就是 如果大家可以留意到 那麼多次 我們香港人 意見 組群調查 我們的題目 是沒有重複 我們問的題目的範疇 都是沒有試過 有一些近次相似的題目 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我很早在記者會上 其實都跟大家分享一個結果 如果大家特別有留意到 非民主派支持者 那剛才戴山都有定義到 就是包括建制派支持者 中間派支持者 沒有政治傾向 政治中立 或者不屬於任何派別 那麼你會發現到就是 如果假設 非民主派支持者本身 基本上應該是完全 復應於政府的立場 復應於政府的政策 做法的話 就會發現到其實 慢慢會出現到就是 原來在這一群 非民主派支持者裏面 長期固定 一致持續性 都有近三成 或者有時候超過三成的支持者 他是同政府唱反調的 或者其實他是 其中一個民主派支持者的選項 大部分的選項那個部份 所以我想 如果你說 透過這個 暗門香港人意見 調查組群 一個這麼長期 我們弄不同的題目 我們不同的題目 其實在統教學裏面 或者在文句裏面 我們都很相信 如果我們的題目 是能夠反映到 社會大眾 對某一些議題意見的話 原來 到時候我們問不同種類的題目 而這題目 都是同時是 和香港人關心問題 息息相關 但是發現到 原來出來的統計數據模式 是這麼一致的話 究竟其實 由2019年6月 整個逃犯條例修正 草案運動以來 究竟大家都經常說一件事 雖然現在都很少的人 插上場刊 就是民意反彈這件事 那這些民意反彈 都在我們恆常 我們講到這個 關於這個 死亡健康法國那裡 都可以跟大家 有一個觀察的 那當然其實我想 去到這個階段 無論我們的選舉已經沒有了 又或者甚至其實 跟著下來 甚至10月1號 都沒有煙花體 各方面 又或者甚至 新官發言 續聲莫發言疫情 表面上 好像是第三波 那一段落 但大家都很擔心 第四波 什麼時候會來 還有來的時候 究竟對我們經濟 社會各方面有什麼打擊 但是我覺得第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 如果你看回那個民調數據裡面 有三成一些 非民主派支持者 其實跟政府唱反對的話 那會不會都代表 其實在非民主派支持者的 群體裡面 其實都出現了一個 撕裂的情況呢 那個撕裂的情況 也是說 雖然它可能很不滿 比如說很不滿 譬如說 譬如說 這些背景的政治勢力 或者這些政治組織 但是同時 他也很不滿 現在由林鄭月娥 領導的特區政權 他現在管治的一切政策 不論是 關於經濟 不論是 關於怎樣去 令香港人恢復信心的方面 那可能 說到恢復信心 那可能 如果大家留意到 其實 早陣子其實都有社區驗讀計劃 如果我們說社區驗讀計劃 本身是作為一個指標去看回市民 對於林鄭政權 特區政府的信任 其實都是一個挺有限的 只不過因為你作為一個健康 和你的生命相關的議題 如果你都不切實用行動去關心的話 這個是令人摸不去求護的 但如果你看回今天的數據 譬如今天的數據裏面 你都見到一個挺有趣的現象 就是這個對於你有多滿意 或者不滿意香港政府應付新冠肺炎 俗稱我肺炎的表現 你發現到就是說 我們假設如果從一個政府的角度去到 研判就是我推社區驗讀 然後就是很多市民去之前 可能五百萬人 你來得有三百萬四百萬 或者甚至政府會很強地這樣說 就是說如果社區驗讀成功 其實甚至會出現開碼 你將來旅行就不會請整個月假 才是十四天去到外國 不能玩 然後玩完回來又要十四天 然後你不能整個月 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但發現到其實 其實如果你看今天我們公佈的數字 你會看到一樣東西都挺有趣的 就是爲什麽其實 我們看回譬如說 最新數字有百分之五十四 香港市民代表總括 是不滿政府的表現 那上次就五十三 再上上次就六十 再上次就六十 再上次當然可能是 那個疫情還未完全受控 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如果你猜 政府其實花了我們納稅人 過億的一個公帑 但是到台來你會見到 在今次的數字裏面 並不能夠反映出受訪者 是對今次政府應付新冠肺炎 特別是今次社區驗讀計劃 那個部分是滿意的話 那我們都擔心一件事 就是從一個公共衛生政策的角度來說 政府未來再推出任何政策 去到防疫 或者甚至是防止這個新冠肺炎 會再爆發的時候 會不會因為政府政策本身 太多非專業因素 太多自己一些私心的因素 可能令到一些良好的政策 令到一些可以幫助香港人度過 或者甚至克服這個新冠肺炎的狀況 是大打自及 或者我將時間加分給大家 好 多謝Vanzen 現在開放現場記者提文 我們同時都會在Message現場收這些提文 首先是現場記者朋友 可以問一下最新的進展是怎樣 那些家屬委託的那些律師 現在要求見的那些 當事人是否都是被拒絕 以及是否都有律師是拒出了 因為較早前有四個至五個被拒絕 那些律師呢 因為其他要做公證的那些手續 有些是他要做公證的那些手續 就那個律師應過看守所 這次是特別嚴格的 知道為什麼嗎 那是做足了 他才會去看守所的律師 因為見到其他同業都被拒絕 現在陸續續做起之後 有多兩三個都是被拒絕的 以我所知 如果最新的 應該是今早都有一個 就是去過保安守所 但是因為現在說要他去找那裏 例如他不是正式看守所的部份 他有一個就是一般事務處 去到那裏就要求他處理和跟進 因為知道開關守所他都未必會的 去到那裏就幫他把律師的要求反映 這是第一點 我知道最新的就是這樣 第二就是 入境處 我前幾天在記者會那時有說過 那幾天 記者會前兩天 入境處突然說不如這樣 如果你有什麼信件 是要給內地的 就是家人 為了確保內地知道你們的意見 於是入境處就說 你家屬可以將那些信件 就交給入境處 然後入境處用他的信頭 就是由他的特區與政府之間的聯絡 就將家屬給內地的信 就是轉給他們 這個比較 就是多了一重的意義 因為是特區政府轉的 我覺得 我們應該是有幾封都轉了 但是因為 那個家屬也想 有些如果未找到 即是未工程做到的那些 他都做了 有些什麼律師啊 或者什麼情況啊 他就寫了下去 有些做得快些 有幾封 不是全部做完 我已經辦事處和他們 有幾個已經拿了上去 入境處那裏 他已經是交了過去 以為人所知 這兩個就是最 上一節到現在 就是最新的 當然另外就是 由其他外面的人 主動做的 我就不詳細在這裏說了 比如你都看到有些群組啊 有些議員 有區議員 就說發起 寫一些什麼 中秋節的卡給他們等等 那些 各個有心的人 他自己發起的 我就不評論了 我想問你 剛才都看過 擔心 可能如果問過 會不會在內地 審了香港的一些 和曾經都有 有受家屬委託的律師 講過這個講法 擔心他們講不到 見不到律師 可能熟悉內地的思考程序 或者行為 其實在一般情況下 會不會出現到這些情況呢 或者其實他們現在面對那個 會不會已經進行這個方法 會不會已經進行這個方法 我想家屬 其實最擔心就是這個 最擔心就是 你現在表面說 告那個非法越境罪 但是 他們最擔心就是 你其實是 不是告非法越境罪 就告一些更加嚴重的 比如國家安全的罪行 甚至是 將香港那些 發生的行為 都全部拿去地審 就是 這個就是最擔心的 當然那個 為什麼我們會有些去憂慮呢 就是第一 就是特區政府的態度 好像說 連同上面 做回應該 平時要求 遣返的一些 就是因為香港有案 他們 這個態度好像 好像不是這樣的 不是很積極去尋求 第二 就是 因為 現在 有一個律師 那個法律意見 都已經出了街 就是叫做 勞思惠律師 是內地律師 很詳細的 那個意見書 其中 有幾個質疑 包括 第一 他究竟在哪裏發現 那艘船 究竟是不是真的 內地水域呢 因為勞思惠律師說 他找到 內地的指稱 是一個座標 然後 我不詳細說 他說 畫條線 那個座標 是不是真的 一定是內地水域 香港呢 他都覺得 作為律師 他覺得 這個還未清楚 他不敢說 一定是香港 但是既然有質疑 我猜 這也是很重要的 我昨天就寫了一封信 給海事處 作為議員身份 如果你 經常有那些衛星圖 有掃描的 其實你是 找回那個紀錄 其實你大約可以知道 那個位置在哪裏 那 我覺得這個 應該要對香港人 要公道才行 另外 那個勞思惠律師 那裏有第二個point 就是他說 那個越境 越國境序那裏 究竟在回歸之後 是否會成為一個 技術上 即是法律的技術上 是可以爭拗 沒理由在一個國家自己裏面 都有非法越境的 那他都提出了一些法律的質疑 那 為什麼我們說 這個是第二個point 會產生的擔心 就是因為 如果一個人他抓到 那他原本的牌面就說 非法越境罪 然後有些人大代表都說 他告完這個就回來啦 那死了 會不會現在 連這個罪都告不到 就是可能有些法律的困難 會產生一些其他的尷尬 就是這樣說 那會不會呢 甚至那個座標的問題 就是 最後呢 會 就是 反而是 惡化了 就是說 那我告你別人罪 我告不到這個罪 那當然 你在那個角度就是 他 他不告別人罪 他說不告了 下來就行了 但是 這個前提就是 你特區政府要尋求他 就是你政府和政府 你尋求他 那麼他有一個 的考慮的因素 或者叫 就是說 哦 原來特區政府通緝他們 那麼特區政府是緊張的 為什麼緊張呢 就是中國的特區政府 就是中國的司法公義 那麼 那是一個國家的利益 那麼 因為你 一國兩制 你想香港實施 一國兩制 那又有國安法 就是你三合兩刊 制定了 那麼 於是你就 相信這個制度 如果特區政府又告這些人 那麼 就穩定了 那 就是從上面也這樣想的 那於是 你快點給香港 就體驗香港的法律程序 老實說 所有程序都有風險 如果證據突然不見了 證人死了 或者失憶 或者有什麼 所以你特區政府如果要求內地交回來 是因為快些向法庭交代 審訊和案程序做呢 它有多考慮 交不交的時候 所以市民的反應是很清楚 心對清的 你總不知道要快些交回來 正當是應該的 所以調查都會有這樣的傾向 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香港政府真的沒有要求內地 去搞他們回來 會不會你們都會有些行動呢 還是好像剛才你提到 道思維律師裡面 風訊港都說10月1日是個重要的日期 還是都會等到10月1日才去做呢 我覺得 在我的判斷 特區政府是應該要做事的 原因是它的責任 它對法庭有責任的 法庭叫它緝判歸歸案 你不可以特區… 我不知道是否三權分立都沒有用 特區政府大了 我怎會聽你法庭說的 我政治高於一切 我相信應該不是吧 我主觀點很願望已經說不是這樣了 法庭下令你特區政府要緝判歸歸案 那你就知道在內地 你沒理由連張遜都不會的 我覺得你這個應該要做的事 我相信這個聲音在內地都一定會很重視的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都用多少的意見呢 就是說特區政府是真的要做的 而你做回正常 正當而已 不是叫你說寫一封信 就說上面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再做了 不可以再查不可以成 你就正常出一封這樣的信 出一個這樣的公文 但是現在特區政府不是的 就是將層次低到入境處 就問家屬你有沒有信交給他們 就是說我做一個信差將你的信交給他們 但是其實是特區政府應該有一個角色 就是答應了法庭而是要他們拿回來 然後進化法庭來按處理 就是想想他降低了那個自己的角色 好 大家有沒有其他提問 其實李宇軒的家人就開了個網頁 就曾經國際關注那些人 加上今天民意調查都很清楚看到 絕大部份的香港人都希望送他回來香港 其實你覺得香港的民意和 就是要求這個國際關注呢 對於這個事態有些什麼影響呢 我們都覺得很坦白 因為十幾個家屬他們的看法是各自都 因為你知道他們家長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看法 擔心的程度也有少少不同 甚至香港都是多元社會 那也有可能有些家長看一件事 他們覺得我想怎樣對社會 要求他們關注 要求國際社會關注 可能有些家長呢 是反過來擔心 喂 多些跟國際社會說會不會有反效果呢 是真的不同的 但是我相信我和朱海敵議員或者周嘉誠議員 我們是明白他們的想法 我們也要盡量就是 因為他們自己是有自己的自主權的 所以如果有部份的他的家長 他覺得我想是這樣做 我們都會尊重 而其他另外的家長也不會說 喂 你不要這樣做啊 因為每一個都會為他自己的小孩 他自己的家人是擔心的嘛 也不是想害其他人的嘛 所以我想希望 特區政府最重要的是 聽香港市民的心聲 尤其是聽這12個家長的心聲 他們很清楚 我寫一封信已經整個星期了 我就跟保安局說 喂 可不可以見面 最好就是跟他的家庭見面 讓你直接聽到他的心聲 就算真的不行 即是推一萬步 我以往都有這個經驗 那你見我咯 那見我跟朱克迪咯 我們立法會議員 我們跟政府是有很多 經常見面的事情的嘛 是吧 那我又不會吃了你 李家柱我不會吃了你 就是 我就很奇怪 一個星期他都不回 這個是很少有的 你知道我跟保安局根本 就是整天都寫信 整天都寫信 整天都寫信 譬如我剛剛這幾天 我關注的大老婆 和那個十二歲的少女 那個周瑜 我寫去警務處長 她幾天都回覆信 我們交給卡普 她都有信 就是不會不回覆的 就是 我就覺得這個很奇怪 就是 對我來說 我都很難接受 就是不好意思 我作為議員 和保安局 就是 就是 日常的很多個案 很多事情 我不是每天都公佈出來的 但是因為這個事情 大家關注 所以我就 出了街 告訴她我正在約她 但是就完全沒有理 我這樣想 譬如你別的 如果香港人在外地 遇到 遇到 遇到什麼問題 你想想有時候 特首是高調到 接見過家屬的 很多次 不是一次的 姚振英也做過 林鄭也做過 曾蔭權也做過 是吧 就是你如果緊張 你特首親自 你聽他們而已 不一定要同意你們的看法 是吧 就不需要他們開記者會 其實可以 早點的時間 但是如果她是特首 她是關心 她主動接見她都可以的 主動聽她心聲都可以的 是吧 我相信他們 他們已經知道 因為他們一早 我們已經找到了 兵柱那裡 如果你是特首 你想我主動聽她的意見 但是完全沒有 議員又不見 我覺得這件事是 所以我為什麼 希望特區政府 真的馬上回她 自己應該要的角色